時間 是的 傳奇早 觀眾朋友大家早 是 又到了週五齁 是的 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這個週末假期的時候 不妨出去走一走 玩一玩 可是你可能早上沒有看新聞 怎麼了 週六 又要來了 冷空又來了 對對對 還是記得要保暖 對啦 保暖的事情 天氣好 但是好像有時候會被太陽公公騙到 然後看到有太陽覺得比較暖 其實天氣和氣溫還是是冷的 是的 沒錯 在這個春含料翹時期啊 請大家注意保暖啦 當然今天不只讓大家暖在身上啦 提醒大家要穿衣服之外也要暖在心裡囉 教大家做什麼樣的好菜呢 今天第一道菜要教大家做 荊棘粉腸 荊棘粉腸 是的 屬於客家菜的 荊棘粉湯啦 對不對 荊棘粉腸 荊棘粉腸 荊棘粉腸要做的好食的關鍵是什麼呢 我們關鍵就是啊 粉腸泡熱水 在料理才不易破裂 好 荊棘粉腸 粉腸要先泡熱水 是的 泡熟是不是 是 要泡熟 好 在料理 今天我們這個白板上出現了幾個 很類似的錯別字 泡熟在料理才不易破裂 是的 好 這個泡熟在料理才不易破裂 先把這個關鍵記住 好 我們來看要準備哪些食材呢 一樣 準備的食材蠻簡單的 就是粉腸 一副粉腸 蔥 薑 再辣椒 我們這準備了有那個 酒 香油 荊棘醬 好 酒 香油 荊棘醬 是的 很簡單 對 看到這個荊棘醬 是 就覺得是這個客家菜來了 對不對 對 我們阿華山也是有客家的血統 好 這個荊棘醬 這個在客家莊 或一般現在也都買得到 買得到 買得到 而且現在這個荊棘醬有沒有 剛剛才大出 就是它才那個採收下來 是的 是的 沒錯 超鮮甜的 讚 它算是新鮮的 對 好 東西都準備好 請老師示範囉 好 來 那我們有講 要炒這道菜的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是在 粉腸一定要泡熟它 在料理才不會破碎 泡熟 對 怎麼泡熟 好 看老師示範囉 一樣 今天我吃這個粉腸 是要拿來炒 炒那個有沒有荊棘醬 如果一般像我們在那個 黑白切 黑白切 是 醬葉西芝 對 有時候常常想要吃個粉腸 你也可以照我這個方法去做 噢 照這個方法 對 泡就可以泡熟 對 用泡熟的 好 來看老師怎麼做 好 來 就像這樣 是 它粉腸的那個 長的形狀就像這樣 長的這樣 你就把它洗乾淨 把它洗乾淨 整串整串 對 好 一定要等水滾 水滾才能下 好 先把粉腸洗乾淨 等這個開水滾再下 是的 是的 好 來 這水滾下去 有沒有 稍微給它再 拉一下 噢 這樣喔 對 不像洗一個這樣 不是 稍微擦一下 擦一下 對 不是遮一下 稍微擦一下 這樣粉腸會更Q 噢 是喔 不是直接丟下去就不管了 不是整個就給它丟下去 對 先讓它這樣子來回幾次 三次 三次就好 噢 這樣 這樣就好了 對 那你就下去 好不好 再放下去 是的 好 記得是 水滾再放下去喔 是的 這下去的時候有沒有 你記得 貨一定要關小 貨一定要關小 是的 貨到貨塊 貨一定要關小 這個貨要開得開 好 那這樣 因為喔 我們這個下去有沒有 它的水的溫度不能100度 不能大滾 噢 不能繼續滾就對了 對 大滾的話 大滾的話 它很容易 它就有沒有 老化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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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喔 所以它火一定要先這麼小火 是 麻煩開小火 差不多五分鐘 五分鐘就可以 噢 五分鐘 對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就是要讓那個 有沒有 我的粉腸有沒有 回溫 水的溫度有沒有 回溫 是粉腸還是水的溫度回溫 水 水 水的溫度 為什麼 因為有沒有我們粉腸下去 是讓那個水溫有沒有降下來 對 那所以我這五分鐘的小火 是讓那個水的溫度回溫 可是我不要回溫到100度 對為什麼 噢 因為100度我粉腸會比較老 會熟化 對 會熟化 不會 腸子會太老 對 如果100度的水溫的話 噢 所以我要保持它到95 95 到80 那個空間就好 所以水不要讓它再沸騰起來 對對對 重點是不要沸騰 不要再沸騰 對 所以關前小火水不要再沸就可以了 對 只是要保持那個水溫 對 然後讓那個粉腸也不要太老 是 不是要煮它嗎 對對 所以水不要再到100度 好 記得一定要醃蓋過它 要蓋過粉 好 這時候五分鐘 不要因為我們賴虎 所以我已經做好一份再集 好我們是沒有煮到五分鐘 對對 那你在家裡要煮五分鐘喔 五分鐘熄火 加鍋蓋蓋著 是 燜十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熄火 熄火 蓋上鍋蓋好了 比喻啦 比如說這個是鍋蓋 蓋上蓋子 然後這樣子放著十五分鐘 對對對 放十五分鐘 好 好 都給你膠帶清楚了 膠帶清楚了 好 有問題沒關係 做你考驗給我 我們就跟你講得很清楚 好 再來咧 再來 好 我們就準備食材了 好 前面這個有五分鐘跟十五分鐘的差別 有 對 而且是這個開水下去 開水下去以後就關成小火 是的 好 那我的蔥切成蔥段 沒關係了 好 這個我要買嗎 買嗎 買嗎 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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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泡就好了 好 我這個 我們把它切成蔥段 是 來配點辣椒配色 好 好 因為我這道菜有類似有點在吃菜場了 薑絲大腸那個作用 嗯 客家菜的重點才薑絲大腸 你是說像薑絲大腸這樣但是不要切那麼細嗎 對薑絲大腸的薑絲 這樣不能太細啊 一定要有點條狀啊 口感 哦 一定要切像這樣 哦 這樣哦 粗條狀 讓大家看一下 好 粗條狀 沒有到非常細 對對對 沒像我們吃那個小籠包那個 對啦 為什麼不切那麼細啊 因為口感 可是那麼細才好吃下去配著大腸的 哦 不行不行 它如果那麼細的話 因為我們薑有下去炒 你切那麼細下去炒的話 有沒有 它整個是軟化 太軟了 沒有那個脆肚感 哦 反而又有一點脆肚 對 對 這樣子哦 我大家有當時吃那個薑絲大腸講說 怎麼還要切得比較細 這樣哦 比較好薄下去 因為哦 這樣的薑有沒有 炒出來的薑絲大腸 有沒有 它的口感有沒有 第一個可以去腥 再帶一點脆 了解 好 好 好 那我準備的食材大致都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先蔥切段 阿薑切條狀 是 辣椒切成片狀 是 就這樣就可以了 好 來 來 這樣就可以了齁 對不起 還個粉腸忘記切啦 好 這個也要切齁 為什麼粉腸要先汆燙過呢 因為你汆燙過你在切割的時候 它裡面的那個粉 粉腸才不會 不易離 流失出來 它裡面有那個混混的感覺 丟啦 丟丟丟丟丟 是啊這個啊 這很好吃啊 嘿嘿嘿 你如果生的下去 切的話 這時候就一定 流出來 都已經散開了 對 散開啊 是啊 有時候吃這個粉腸 粉腸或什麼 就算人家煮也多少都會 跑出來一些些 是的 那裡面的那個 腸裡的那些 營養 然後還有那些 對 內在的東西 是是是 讓它跑出來 對 所以要熟了以後再切 對 小火煮五分鐘 泡十五分鐘 好 小火煮五分鐘 上蓋泡十五分鐘 對 這邊給大家 剛剛有示範 是的 記得喔 那個小火 絕對水溫不能給它滾 不要再滾 不能再滾 那五分鐘的時候 保持到九十五度至八十度的一個溫度 就可以了 好 不要再滾起來 對 那如果萬物理它又滾起來 是是 再把它關 再把它加水嗎 還是關小火 滾起來的時候 記得你火要趕快熄掉了 熄掉的話 再把它降溫 沒有 你熄掉的時候 有沒有 你蓋上鍋蓋 時間你可能要縮短一下 因為你溫度太高了嘛 是 對不對 好 剛剛說蓋上的話要等個十五分鐘 那這樣 如果它真的你控制這樣 它還是又滾了一下 趕快關火 然後蓋上上蓋 但不用泡到十五分鐘 對 不然會老齁 對 一定會老 它補起來齁 輪補補 所以泡個十到十二分鐘 是的 好 肉粉長你就把它切成像我們有沒有 大腸的那個寬長度就可以了 是 這樣 這樣你看 我在切割的時候 你看裡面的內容物 不容易流失出來 是 那相對你在炒的同時 它也不容易 流 流出來 流出來 對齁 對齁啦 你最後裡面內容物跑出來 這道菜看起來就好像 不像吃什麼 髒髒的感覺 不夠乾淨 清爽的感覺 會糊糊那種粉粉水水 是的 因為很糞糊 是 但腸類中國人還真的蠻喜歡吃 也很會料理 哈哈 做得很好吃 是 好 來我們的鍋子有沒有 就可以了 火開了 放適量的油 好 放適量的油 來 我們一再強調 炒菜一定要爆香 是 對不對 對 我會像蔥 蔥下去炒香一下 所以老師你鍋子先熱好 然後放了油就開始爆香 是 因為你一般你熱過鍋的油 有沒有再炒 它不容易沾 喔 比較不會沾鍋 是 再下薑 這重點又來囉 為什麼 因為你薑切得那麼粗 因為你在吃的時候 因為它有薑黃 那辣味蠻重的 所以記得你薑一定也要把它炒透 喔 炒透才會降低什麼嗎 對 降低它的辛辣度 是 再來 你既然炒的時候有沒有 有薑絲 薑絲這種 薑絲粉腸的東西有沒有 是不是這薑絲 人家夾著是跟粉腸一起吃的 是 那如果薑如果沒有炒透的話 那個 吃起來是不是很辣 再來人家大事就 吃了整盤下來會剩下只有薑 是 我有時候都這樣 我怕掉掉 有時候不吃 對 只吃它那個味道 但有的人是很喜歡把它夾在一起吃的 然後有的人喜歡夾在一起吃 別有不一樣的風味 是的 沒錯 沒錯 吃這個香腸的時候一定要加個大蒜 啊 才有味道 對 吃這個腸類的時候 夾這個薑絲 特別搭 是的 記得觀眾朋友媽媽 這道菜它的重點就是 你在炒香真的是要稍微用點心 炒香也要小心 對 用點心把它炒透 炒透 這真的不能擠 這道菜完全好吃不好吃的 為了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擠不得 對 香辣味醬低 是的 然後那個味道 香氣也能夠煮出來 沒錯 所以你如果 蔥啦 辣椒我不爆香 OK 冷接受 可是 你的薑一定要炒透 哦 一定要炒透 對 再來因為炒這道菜很簡單 因為我們的那個粉腸 已經煮熟了對不對 是 我等一下稍微調一下味道 拌一拌 就OK了 哦 所以後面就很快了 了解 這個炒薑絲 重點 有點像炒洋蔥 要炒到透 然後洋蔥變甜 這個薑絲炒透 辛辣度 對 漂亮 不錯 對 美食節目的民主持人 很像炒洋蔥的原理 是 來 觀眾朋友嘛 就像這樣 你注意看一下 這薑有點薑黃薑黃的 有沒有 有點微黃的 這樣就已經透了 不然你可以拿一個薑有沒有 軟趴趴的 軟趴趴的 是 再可以試吃看看 沒關係 好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來這時候我就下 下午的辣椒 拌一下 因為辣椒配色啦 你如果不想吃辣 那個也不會很辛辣 不用加沒關係 對 來 來 混藏下 很簡單啦 金桔醬本身的味道就夠了 夠鹹啦 來 米酒 嗆過一下 好 來 我們可以放少許的糖 把它綜合一下它的味道 好不好 好 這樣 開著大火這樣 拌一下就好了 不宜久炒 記住這一點 印尼久炒 既然說你混藏裡面的 那個內容物已經把它煮熟化 可是它裡面還是有內容物啊 好 你不宜不暗炒太久 所以它裡面有那種粉粉的啦 對 來 起鍋前 滴一點香油 增加它的香氣還有亮度 謝謝 香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金桔粉腸就好了 好快耶 所以後面這個已經是很快 這個粉腸等於是熟的了嗎 是的 這樣後已經泡熟了 沒錯 這樣就搞定啦 所以炒這道菜記得 你的薑 麻煩一下 一定要用心把它炒軟 是 這樣就可以起鍋了 對 你看 我們粉腸有這樣泡熟它 你看炒出來的 會清清爽爽 不會感覺 那個內容物 哇 你看一下 等一下老師稱好 它那個旁邊裡面腸 不是會有粉粉的一些腸 對 沒錯 喝湯有時候它都會掉出來 對 沒錯 混混的那個 你看這樣乾乾淨淨的 都沒有那個 謝謝 都沒有沾到 是的 這樣很漂亮 對 你做料理 做料理本來就是要這樣 色香味 好 人家還沒吃到 還沒聞到 他就看到它的賣相怎麼樣 是 是不是 這樣漂亮 乾乾淨淨 要吃的嘛 色香味色 畢竟擺在前面 是的 沒錯 這給大家示範好的 我們今天的什麼 第一道 金桔粉腸 是啦 金桔粉腸 關鍵重複一次給大家 好 我們粉腸要泡熟 在料理 才不予破碎 好 所以現在接下來 把這個關鍵記住 這樣做就對了 是 來回答網友的問題 這個問題很多囉 第一個 膠麻羊肉爆香食要加多少油 好 那我們的 請做答 請做答 嚇我一跳 其實我們那個爆香羊肉有沒有 因為羊肉本身也有 我們買的時候也會有一點油脂 所以你要稍微放一大匙就可以了 一大匙 差不多15cc就可以了 好這是第一個 那你看你個人啦 重點是說你下去的食材 一定要把它香氣爆炒出來 香氣要把它爆香出來 好就是 做料理的那些香料的那個香料 要先香氣爆炒出來 對 沒錯 油的話放一大匙大概15cc左右 是的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連續的 要如何去除羊燒味呢 因為你加碼羊肉如果要去除羊燒味 就是有沒有 你可能辣的東西 還有花椒的東西 放重一點點 它就可以壓它的心臟味 對啊 羊比較有一個心臟味 對 沒錯 那所以這個香料的東西放多一點重點 不然有沒有 我們就買那些羊肉有沒有 買那些現沙的羊肉 喔 一點 沒有 傳統市場比較有 傳統市場去買比較有 是現沙的比較有 那因為你在賣場買到冷凍的啦 嗯 冷凍那大部分有那個 味道會當然 心味會比較重一點點 對 越新鮮的越沒有新香味 是的 沒錯 如果真的真的 你味道很重 怎樣 蒜頭 辣椒這種東西放重一點點 好 壓那個心臟味 提香嘛 是 好 這個香料的部分 可以放重一點 還有買的時候買新鮮的羊肉 比較不會有羊燒味 對 好 這兩個關鍵 那再來第三個問題 大腸米粉湯 上次做的 是 骨頭要不要敲碎 增加肉香味呢 其實不需要 不需要 為什麼 你可以去買的話 你就買那碎骨就好啦 喔 對啊 也對喔 為什麼沒事情來去買 那麼豬的骨頭 大隻的喔這樣 一直要等到那個熬出來 一般人 一般人 一般人像這個米粉湯在做 會買什麼 整個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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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顆的豬頭有沒有 是 嘴巴 嘴邊肉 嘴邊肉的部分 所以它順便去熬 要煮那個肉有沒有 要把它挖出來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煮熟嘛 煮熟嘛 煮熟之後順便再熬那個 高湯 喔所以一減力高 對 所以當中煮這個是整個豬頭 肉下去嗎 對啊 嘴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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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 還有我豬頭皮拿錢 一起下去煮是不是 對啊 對阿 喔了解 整個豬頭 整個豬頭 整顆豬頭 那個豬頭皮沒有煮啦 我是說 剩下整個裡面的骨頭 喔 就是豬頭骨 對豬頭骨 是這個意思嗎 不好意思 好 好這個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也是連續的 米粉湯的乾燥的粗米粉 要如何處理啊 很簡單 你記得一定要泡冷水 把它泡冷水淹蓋過它 泡多久 你最少要泡多少 30分鐘 過一個小時 自暖 好 泡冷水 30分鐘到一個小時 對對 讓它暖 好 用冷水蓋過你的粗米粉 泡30到一個小時 泡軟就可以 是的 沒錯 好第五個問題 米粉湯買不到扁魚 可以用其他的食材來取代嗎 可以的 你可以用丁香魚 好丁香魚 也可以 對 好第六個 紅蔥肉醬 豬腳肉該用哪個部位的肉比例又是怎麼樣呢 紅蔥肉醬 一般我們在用的話你可以這樣 如果今天我買後腿肉 後腿肉比較便宜 後腿肉你就要後腿肉8 肥油2 8比2 對 你就買後腿肉等於買8分 8分嘛 放後腿肉放8分 是的 加上這個豬肉肥油肉 肥油 放2分 十分 對 這樣比較好吃 這是在家庭吃的版本 家庭版 對 如果我們在做生意是7比3 好像更油一點點 對 好之前有說 因為那個油會比較甘香 才會覺得比較有味道 我記得 好像以前外面做生意 你就覺得它好像比較香 比較油 為什麼那油 那就是比較油啊 才會香嗎 那個油會讓食材有沒有 滑溜啦 是 所以一般我們在吃肉燥飯 豬腳飯 油夠 要加飯 滷肉飯也是 煮魚拌飯 對啊 更香吧 所以外面是7比3 因為外面這樣的話 那如果家裡的話不要那麼油 你就會不用是8 沒錯 然後那個豬肥肉 肥油肉 2就可以了 沒錯 好 回答了我 以上的6個問題 觀眾朋友 我想這是兩個 一個是椒麻羊肉 一個是米粉湯 一個是紅蔥肉醬 是啊 希望您都已經獲得解答 還有問題的話 請你留言 再來問老師 沒錯 歡迎歡迎 謝謝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要給大家推薦今天YB的 就是我們的一個 競標網站 兩樣好商品 第一樣的話是來自於 電熱器 現在不是這個電暖器 天氣冷對不對 沒錯 有時候半天睡 南部 我跟妳講 南部一樣也冷 早上 早上晚上 溫差 溫差真的很大 晚上就不開個電暖器 還會 幫他皮皮臭 也是 所以這個家裡 因為北部更冷 觀眾朋友 真的 我北部 對啊 因為冷風來說 你說明天又要來 氣溫要降 如果有個電暖器 比較不怕冷 好 好 這個北方陶瓷的電暖器 北方這個品牌 我想是電暖器裡面 數一數二的了 沒錯 這個電暖器是陶瓷的一個機身 它的市場價是1290塊錢 剛剛上網看的時候 現在的競標價格呢 才從剛開始起標 好 好 那我們這個裡面是三段式的風速喔 好 它可以調那個強中弱三種 對 那它是很穩的一個發電的一個發熱 而且有跟大家講喔 它這個雖然電暖器大家想要暖 但是安全性很重要 是的 所以我們這個會有 傾倒斷電 喔 或者是過熱斷電的一個裝置 這個很重要 現在 不管買什麼商品或什麼 都安全是 是 或者是地位 電暖器喔 之前報報紙 等一下有在蓋喔 對 有那種小新的塑膠的 塑膠的食音管的 比較啦 就是以前早期的那種 比較容易導熱 他們的灰燒 主廚下面的東西 是是是是 現在喔真的很精進 像這個都是耐高溫的一個陶瓷的 嗯 所以就是安全性比較起來 真的是高很多 還有自動裝電 那個斷電的一個功能喔 好 那當然了 有觀眾朋友們在說 那這個的話 符合什麼樣的一個空間來使用 很多人 這台的話喔 其實是小房間啦 比較小的空間使用的 那至於大小跟外型的話 上我們的YB的網站去看 第二個商品呢 給大家推薦的是 全球刮鬍刀的第一品牌 菲利浦 喔有有有 菲利浦真的 對沒事 電動的啦 沒錯 也是手用的啦 對 手用的另外還有這個白酒有名 但是電動刮鬍刀 菲利浦真的也是這樣展露 這不是獨佔凹 沒錯沒錯 好百年品牌 菲利浦刮鬍刀 而且不便宜耶 對啊 我都恭喜喔 你講咧齁 事實上價格1288塊 你猜現在我們競標價才多少錢 多少 135 對啊 怎麼可能135會買到齁 真的很難 每年的八八節啊 但是那個刮鬍刀你看 真的 銷路多哇 欸你說到八八節 那我還說到我們現在新年也要到了 對 2月14號的西洋Valentine's的情人節也要到了 是的 沒錯 如果你現在把它飆下來 現在醫院也要到 對送給爸爸 對不對 情世的情人也不錯 是 對不對 送給兒子送給男朋友都很棒 情世的情人 好 真有你的咧 好 這個刮鬍刀齁 它是浮動式的一個刀頭 而且它是雙刀頭 裡面的刀頭也是一個雙刀片 所以可以貼合你的一個臉部的一個情人節 像我那麼胖 你看剛好因為我不要貧乏 像他的臉都凹凸不平 真的齁 哼哼巴巴的月球表演這樣 因為那瘦嘛 月球表演 你像我 真的 好 所以可以伏貼你的下巴啦 你的臉頰 你的脖子都可以齁 充電8小時它可以用30分鐘 沒錯 待到國外或旅行的時候也都非常好 非常方便使用 是的 然後這個刀片還有自我的一個魔力功能 它整個的一個機身 有防滑以及流線的造型符合人體工學 至於這個商品什麼樣子呢 一樣啦 要到我們的YV的網站上面去看一下 是的啦 希望大家可以標到齁 好 這是給大家推薦的兩樣好商品 接下來的第二單元叫做 料理成功的撇步 你教什麼 料理成功的撇步 如何煮出麻油料理不會有苦焦味 喔 麻油料理像麻油雞啊 麻油什麼肉片啊 麻油腰脂 對 用這個麻油料理很多人愛吃 是的 但是怎麼樣讓它沒有苦味呢 首先我們楊陶TV 待會兒料理成功的撇步將會 待會兒料理成功的撇步將會